今天就和大家逛一艘全世界最新的游輪 現在仍然是 王家加勒比的Ovation of the Seas 海洋站禮號 剛剛四月才開始逛 我們是第三艘的客人 這艘船是16萬噸 接近17萬噸 可以載到超過4000個乘客 為何會選擇這艘船上 因為它會來亞洲 一個多兩個月後 它會來新加坡、香港 整個夏天都會以中國大陸作為基地 到冬天的時候 它就會去澳洲 所以想和大家逛逛 介紹一下 這就是一走進來一上船 看到的一個大長廊走廊 這艘船沒有中庭 可以省空位置 多放幾間店舖 多放幾間餐廳 這次我們就在South Hampton上船 到英國的修咸頓 船上有很多新玩的 新玩的 先跟大家介紹 第一件事不宜遲 跟大家看看房間是怎樣的 這次我們訂了這間房間 是13204號 13樓 204號室 都是露台房 一開門的房間就是這樣 首先有一張巨型的 KING SIZE BED 相比起其他船的露台房 這個可以說是小一點 可以說是小一點 而且它沒有了一個衣帽 有兩個這些衣櫃位 一人一個可以擺自己的衣服 不過房間就勝在夠新正 而且設計也挺漂亮 電視就一般 那些桌子的選擇很少 這個就是那個沙發 以及可以拆多一張床出來的地方 好了 到露台了 大家都知道 每次我訂了這些房間 露台都很漂亮 這次也是不例外的 但究竟什麼 到底 訂房的時候 就打算 訂十三樓 最高的層 可以快點上去游泳 吃浮飛 怎麼知道 我的房間就凹了進去 變相會有些天花 還有兩條柱 叫做Partially Obstructed 即是看東西會被景觀擋住 這就是在走的時候的景觀 即是在看海豚的時候 突然間有條柱擋住 看日落又是有天花板擋住 這不是一個大問題 不過是少許禮計 所以以後如果大家有預約這個船的朋友 就建議大家預約一些低層的房間 好了 現在走到房間的最後一個位 就是廁所 廁所我挺喜歡的 因為它不是浴缸 它是一個企缸沙瓦 不用濫出濫入就舒服一點 你看到的東西都很新淨 也是夠用的 所有東西都 一個馬桶 好 我們走一下外面 有什麼娛樂 有什麼娛樂 先和大家走到戶外的地方 這艘船的攤頭位 泳池位 有三個 這就是他們的主持 泳池 泳池旁邊也有一個大螢幕 可以看看直播的足球 這就是Lester對Swansey 有一個兒童的汽水池 有些滑梯 讓你滑下去 適合那些小孩 等著 你可以去曬太陽喝啤酒 在和大家走到另外兩個泳池之前 可能有些網友已經看到了一件事 為何有東西突出 在天空上吊下吊下 這就是北極星的遼望台 不用額外付錢 但是要預約 你走進去之後 它就會帶你上海拔300呎的天空 在高空上 你可以看看海是怎樣 船是怎樣 這就是第二個泳池 這就是看天氣做人的泳池 有個天幕 好天的時候 就山傘 下雨的時候就開傘 船尾也是一個室內 成人給你浸水的地方 這裡的池仔的設計 挺有趣的 由高至低 一個一個 水慢慢流下去 三個之中 我們就最喜歡這個了 船尾也是很多新玩的 有這個攀石牆 還有一個模擬的滑浪 玩滑浪的機器 還有這壇東西 叫做iFly 可以看到馮小姐 有一分鐘可以在這裏 學扮飛 以上這些活動 都不用額外加錢 只不過要預約時間 還有要排隊 這個就是Cplex 一個室內的多功能娛樂設施 你可以在裡面踢球 打籃球 等等 定時定後都會變成用途 好像你現在看到 它會變成踩摩托牆 亦都會變成碰碰車牆 亦都會變成碰碰車牆 獨藍福音 這裡有一個Xbox Station 有四部Xbox 可以打Viva 打到你吐 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很高 還有其他東西 比如說乒乓球 器轉球 還有一間機店 你可以在這裡玩一下 玩一下 阿卡 遊戲 memory 是要用些錢 大概一塊幾塊 20元 美金一磅 勝在有這個Mario Kart 我和馮小姐都玩 當然不缺少的就是有女士之外 一個SPA,可以做一下MASSAGE 都是那些東西,手指腳指甲等等 這次我老婆選了這個STONE TREATMENT 即是暖石一塊一塊壓下去的 她說OK的,舒服,房間是很舒服的 而且有一個大 Gym,這個 Gym真的很巨型 樓上就走光了,跟大家走一下下面 四、五樓有什麼玩意 裡面看到有一個很不同的東西 就是超多購物 不知是否因為要兼顧中國市場的緣故 裡面的東西不是手信和差事 全部都是名牌 剛才有鵝仔牌水晶和Cartier 所以這一層對男人來說是危險的 我們快點閃閃去其他地方 去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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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後就被一些老夜在那裡休息一下 晚上就會變成一個動感劇院 你現在看到有六個鏡頭在那裡動來動去 這件事很有趣 在賭場旁邊有一個叫做Music Hall 你可以坐下來聽一下Live Band 讀一下球 搖身一邊也會變成一個Bingo Hall 這個機會我和馮小姐當然不會錯過 這個就是賭場 一個有趣的現象 現在這個賭場已經關了 沒有開到 但你永遠總會有一兩個中國人 坐在那裡不知做什麼 大家都看到這個賭場的面積是超大的 可能都是配合中國市場的緣故 那些遊戲有八家樂、大小 當然也會有21點、輪盤的遊戲 我已經說到口乾了 讓我坐下喝一杯飲料 再和大家看看餐廳 有十八間餐廳 但我只有七天 所以不能吃太多東西 神切真的做不到 無論如何都好 無論如何都好 和大家逛逛 我吃了什麼 先和大家逛逛 一些不用付錢的 這個就是一個自助餐廳 一日三餐都可以在這裏解決 新船的食物就不能彈 總類也很多 雖然這樣說 一日三餐在這裏吃 吃足七天 無論如何都會悶死 所以這間船上還有其他免費的選擇 船上有三個免費的主題餐廳 這個就是SILK 是一個亞洲會水的菜式餐廳 有印度和中國的食物 先去船尾270 有一個簡單的咖啡店 可以拿些沙律 沙文治 水果 倒杯咖啡 一些簡單一點 清潔一點的食物 SORENTO 這個就是專吃薄餅 可以用糖吃 逐塊逐塊拿也行 可以 整個叫它重新做過 那一番房間慢慢吃也行 剛才上面 玩碰碰車 都有一個專吃熱狗的Dorkhouse 有幾款熱狗你選擇吧 好 剛才那些不用付錢 現在要付錢的那些 第一間叫功夫熊貓餐廳 可以吃中式食物 有點心 有些炒粉麵 也有一間日本餐廳 可以吃壽司 魚生 日式火鍋 但老實一句 船上的日本食物 和中國食物 味道真的不太好 去到中國的餐單 味道真的要攪拌 這個就是泡菜 可以吃酒吧 喝杯啤酒 雞翼 那些 這裏的Burger就蠻好吃 大家可以試一下 不妨 這間是Chops Grill 顧名思義 就是鋸扒的 可以穿好一點 來這裡吃燭光晚餐 好 到最後一間要收錢的餐廳 女士們不要眨眼 沒錯 這間船是有 James Italian 船上有餐飲套餐 80元美金 即是約600多元港幣 可以吃光三間餐廳 James Italian 剛才那間鋸扒 還有一間不忘了是甚麼 任吃 你可以吃光 都挺划算的 今天就和大家走到這裏 有興趣上這艘船的網友 可以去他們的網站 或者去旅行社 看看行程和價錢 這艘船 整個暑假都會在亞洲 還有一些航程可以預訂 你們自己上去看看 過多個多月 我會再上到另一艘船 到時會再有一條新的遊覽片 所以如果喜歡看遊覽片的網友 記得留意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